最近一位网友说 他前几天乘坐某航班机 一上去就发现里面寒气弥漫犹如仙境 起飞不久便冻得瑟瑟发抖 而且大中午还不给管饭 乘客们饥寒交迫之下 纷纷找空姐租赁毛毯保暖 网友纳闷 如此穷酸的航班为啥冷气却马力十足 难道飞机空调开再大也不费钱吗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暑假乘坐西北航的图腰五四客机 一上去就送个小折扇 里面非常闷热 空姐说这趟人多 起飞动力需求太大 要是不关空调 飞机就起不来 可是即将到达目的地准备降落时 机舱温度又开始升高 见乘客抱怨四起 乘务长立即更换话术 他说夏季是空调故障多发时段 所以魄力将贵重的小折扇赠送朱军以表歉意 乘客听闻无奈之至继续扇扇子 从上述案例不难发现 客机的空调即使出现一般故障 也能在高空维持最起码的增压 空温和换气 那么这种装在肌腹里形状怪异的空调 到底是怎样制冷的呢 另外观察空调的散热进风口 发现风道里还在呼呼地喷水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研究飞机空调的原理 我们就来观察一架飞行中的波音777 发现这架飞机的肚皮上 也开了左右两个空调冷却进气口 从开口的位置看 空调应该就藏在进气口和逐起落架之间 果不其然 这里确实有两个长得奇形怪状的空调 它们完全靠发动机的引气工作 也就是波音777的GE90发动机 在低转速下会从高压压气机的第九级引出压缩空气 而高转速下则从第四级引气 这样最高温度达250摄氏度的压缩空气 就从引气管进入空调的第一个热交换器里 经基附进气口的冲压气流冷却到200度 通入用两个串联涡轮构成的空气循环机ACM 只见下面的涡轮叶片莫名其妙转动起来 将空气再次压缩升温至250度 然后送进第二个热交换器 由于这里直接迎风散热更强 使压缩空气降温到50多度 并依次穿过再加热器和旁边的冷凝器继续放热 最后降温到10度离开 这时冷凝器里凝结的水也顺着管子流出 被水分离器收集后通到进风口处喷洒 这样花花滋水就可使里面的热交换器散热进一步增强 同时10度的压缩空气拐回头又通进在加热器中吸热 升温至4-50度后进入涡轮膨胀做工推动液轮 以带动下面的压气机持续压缩空气 而上面涡轮里的压缩空气经膨胀降温变成零下5度左右 将其通入冷凝器吸热 升温到约4度排出 最终到达混合器 在这里冷气和经过调压的高温引气混合 分别通入驾驶舱 客舱前段和客舱后段 以维持机舱压力和温度 可见飞机空调是通过增减冷气来调温 冷气不开到最大 那就是浪费 但令人疑惑的是 为什么该空调只靠空气循环机ACM就能制冷呢 研究这两个涡轮的循环过程发现 经过初次冷却的引气进入和离开下面的压气机时 体积缩小温度压力升高 发生了绝热压缩 然后经过主热交换器冷却 压力不变而体积和温度降低 发生定压放热 接着气体经过冷凝排水和在加热到达上面的涡轮 经膨胀做工输出动力 体积增大 温度压力降低 发生了绝热膨胀 最后冷气经过机舱循环排进大气 再被发动机引气送回来 体积温度压力都和先前一样 所以在外界经历了定压加热 通过这个逆向的布雷顿循环发现 压缩空气在ACM里一进一出 就经过了一次升温和两次降温 使热气变成冷气 而这全靠引气较高的初始温度和压力 才让ACM通过气体膨胀获得动力 所以发动机引气既是空调的动力来源也是制冷气 这样看来 其工作原理确实较为巧妙 但空调的控制电路和管线阀门十分繁杂 一到夏天 各种毛病就层出不穷 这迫使不少航班穷凶极恶 在空调完好时拼命开足冷气 希望借此大量出租茅坛 以便多挣几个窝囊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